接下来为您播出法律讲堂生活版 网面情人怀孕 情人母亲上门找男人算账 你这有家有业的 还在外面勾三搭四的 情人打掉腹中胎儿 却留后手 用死胎撞到男人强奸 这孩子已经流产了 怎么可能再做亲子鉴定 情人母亲称女儿患精神病 原以为女情我愿的性行为 是否会被认定为强奸网恋之祸 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法律讲堂 2008年9月的一天 像往常一样张夺气定神贤的 走进北方城市一家编辑部 他坐进办公室 冲好茶水 想着今天要审核的稿件 电话突然响了 传来一个女人恨恨的声音 你是张夺吗 我是啊 你是哪一位 我是哪一位 你把我女儿肚子搞大了 就想脚底抹油开溜啊 一大早接这么一个电话 张夺是气得面红耳赤的 你女儿是谁啊 你又是谁你把话说清楚了好不好 我是李红的妈妈 李红 李红我就更不认识了 您一定搞错了 这句话可闯祸了 对方一听说他不认识李红 是气得泼口大骂 声音一声比一声高 这惹得同事们都纷纷朝这边看过来 张夺是又气又恨 立刻把电话挂断了 又跟同事们解释 说一个精神病把电话打错了 这一大早接这么一个电话 弄得张夺一早的好心情是全没了 虽然不知道打电话的人是谁 可他总觉得心里慌慌的 本以为这件事就过去了 可谁想到事情竟越演越烈了 两天后的一个早上 一个六十岁上下的妇女 来到单位门口 一到单位就大喊大叫 谁是张夺 赶紧给我出来 别在这当缩头乌龟 张夺一听喊自己的名字 是一路小跑的来到单位门口 可一见这个女人自己根本不认识 你究竟是谁 前两天打电话的是不是就是你 你怎么还没完了 不是我没完 是你我要你给我一个交代 我女儿这边怎么办 你女儿是谁啊 我女儿就是李红 李红我不认识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呀 李红你不认识 他的网名叫谁之过 你总该认识了吧 原本还兴有成竹的张夺 一听这三个字 一下子愣了 呆呆的站在那 对方一看他这副表情 是更来精神头了 这会儿你没话可说了吧 你得给我个交代吧 我女儿肚子已经大了 他已经怀孕了 你就想开溜 哪那么容易呀 你这有家有业的 还在外面勾三搭四的 面前的这个女人把张夺骂得狗血淋头 可此时的张夺却只是默默地站在那 任凭围观的群众对他指指点点 那女人说的李红和张夺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本来底气十足的张夺为何就突然不作声了呢 这事还真得从头说起 这张夺呢 今年38岁了 是这家编辑部做编辑 在上大学那会儿啊 就已经找到了自己人生的另一半 婷婷 两个人大学那会儿的爱情故事 可也被传为佳话呢 一个是学生会主席 一个是名副其实的班花 而且两个人家境也都比较阴实 可以说门当户对 大学毕业之后两个人都顺利的找到了工作 也顺理成章的结婚了 在双方父母的资助下 两个人是先买房再买车 第二年又生下个大胖小子了 可两个人是上班一族啊 为了照顾孩子方便呢 双方父母就轮流帮着来照看孩子 做做饭 收拾收拾房间什么的 所以这夫妻俩呢 倒是过得悠然自得的 这张朵闲来无事可就迷上上网了 整天泡在网上聊天 在单位聊 回到家躲在书房里也没黑没白的聊 妻子也拿她没办法 这在一次聊天的过程中呢 有一个叫随之过的要跟她加为好友 说我着急问路能帮我个忙吗 张朵一看的头像是个大美女 就很快的把对方加为好友 又一番细心的指点 对方说我这会着急找路 回头我再回来跟你聊 果然到了晚上 这随之过如约而至 两个人聊的是不以乐乎 在聊天过程中了解到 这叫随之过的呢 家是外地的 一个人在这个城市打工 在郊区呢 租了一间房子 而张朵呢 把自己的情况也没瞒着 包括自己有妻子有孩子的事 也都告诉对方了 可是对方呢 那嘴儿真是比蜜甜呢 什么好听说什么 一会儿夸张朵呢 年纪轻轻 工作能力强 一会儿又夸她呢 正直善良 真是让张朵有些飘飘然了 这张朵虽然家里有个美女娇妻 可婷婷呢 从小到大 也是被父母当作宝贝似的 捧大的 是属于性格比较自我 不是那种会哄男人的性格 而这边的随之过呢 是专挑好听的说 让张朵呢 感觉那真是美极了 在对方的强烈要求之下呢 两个人决定见面了 就约在一家浪漫的咖啡厅 这去之前呀 张朵还挺犹豫的 究竟要不要见面呢 这件事叫妻子知道会不会生气呢 哎 没什么大不了的 不就是聊个天喝杯咖啡吗 所以她还是如约而至 来到了那家咖啡厅 可不免呢 还是有些紧张 东张西望的 没多一会儿 一个浓妆艳抹 穿着还有些暴露的女人 就出现了 由于两个人在网上都互留了照片 所以对方一出现呢 她也就认出 这正是跟自己聊天的随之过 她赶紧站起来招呼对方 对方也很会议的坐了下来 虽然两个人都是头一次见面 可由于在网上没白没嗨的 已经聊了一个多月 并不觉得陌生 两个人倒是聊得很投机 在对方大胆的表白和诱惑之下 两个人喝完咖啡 就心照不宣的走进了宾馆 就这样 张夺和谁知过 从网友成为了情人 面对比妻子更温柔体贴的情人 张夺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偷情的刺激 很快麻痹了张夺的大脑 她彻底陷入了这段婚外情中 两个人一有空就见面 谁知过常常哄的张夺 眉开眼笑心花怒放 可好景不长 这个温柔可人的女人 很快就露出了真面目 这有一天呢 两人就约在一起去逛商场 张夺是又给对方买衣服 又买首饰 花了能有近万元 这随之过美得合不拢嘴 就忍不住说道 说实在的 我这么多男朋友 属你对我最好了 什么 你说什么 张夺一下愣了 可对方呢 却一点也没有隐晦的意思 说你以为就你一个人喜欢我呀 喜欢我的男人可都排成对了 你可得好好表现呀 你再说一遍 张夺一下子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变得怒不可遏 你把你自己当成什么人了 我们还排着队哄你开心 你也太高看你自己了吧 可反倒随之过还觉得有些恶然 我们出来混不就是吐个开心吗 你干嘛那么认真呢 你不也家有老婆孩子也出来混吗 这句话抢白的张夺是半天没说出话来 只是狠狠地瞪了对方一眼 扬长而去了 那么这谁之过究竟是什么人呢 男人与女网友搞婚外情 竟发现情人同时交往多名男友 说实在的 我这么多男朋友 属你对我最好了 男人大怒甩掉情人 情人母亲登门 让男人对女儿腹中开儿负责 他已经怀孕了 你就想开灵 哪那么容易呀 男人拒绝拿钱消灾 他将面对情人 怎么样的报复 网恋之祸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原来这叫随之过的 他的真名呢 的确是叫李红 从小呢 出生在一个偏远的农村 父亲去世的早 而母亲只是一个普通农民 母女两个相依为命 而李红呢 从小就不大爱学习 还总嫌家里面条件不好 三天两头的跟母亲吵 十九岁那年呢 就跟当地一个做工程的 有妇之夫 混在了一起 结果被对方的妻子发现 找了好多人 把他好打了一顿 这件事弄得满村皆知的 母亲当时就给弃住院了 而她呢 也没脸在当地待了 干脆收拾行李 来到这个城市打工了 她倒觉得 有一种解放了的感觉 再不用在那农村过苦日子 到城里可以吃香的喝辣的 可是呢 她一没文化 二没特长 到了这城市 工作并不好找 是没少遭白眼 没少碰钉子 可她不甘心 总觉得自己有翻身的机会 而她把全部希望呢 又都寄托在 找有钱男人的身上 所以她开始 普遍撒网 重点培养了 她就在网上利用聊天的机会呢 同时跟好多男朋友进行聊 要说这寂寞的人还真是多 有好几个男人都跟她联系上 并且也都发生了性关系 所以张夺呢 只是她好多男朋友中的一个 而她乱交男朋友 唯一的好处呢 是经济条件改善了不少 干脆把母亲接到这儿 跟她一起同住 母亲看到自己的女儿是穿金带银 也不问这钱是怎么来的 直夸女儿有本事 这呢更让她觉得心里美滋滋的 而且这么多男人都败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 所以那天张夺从商场离开呢 她也没太放在心上 她觉得她耐不住寂寞 还会回来找自己的 可没想到自从那天离开之后呢 张夺再也没跟她联系过 那这边张夺究竟是怎么想的 她难道真的改邪归正了吗 这张夺那天从那离开之后呢 是气鼓鼓的回到家 越想越生气 越想越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这件事还真让她反思了不少 她觉得这上网聊天啊 好多人都根本没有什么真感情 只不过是逢场做戏罢了 所以她这段时间呢 下了班就很快的回家 帮妻子做做家务 带带孩子什么的 妻子发现丈夫的变化 也觉得非常高兴 觉得她终于不那么爱玩 终于把心放在家里面了 所以夫妻感情倒是争进了不少 这不是很好吗 浪子回头金不换呢 既然两个人已经断了联系 为什么李红的妈妈又会早上门来了呢 原来自从两个人分手之后呢 这李红心里呢 始终不是个滋味 这以前总是自己甩别人 哪有别人甩自己的呀 而且虽然男朋友很多 可是他们呢 全都真真假假的 没有几个对自己真心实意的 算来算去呢 唯有这张夺呢 对自己还蛮真诚的 也舍得给自己花钱 所以他不想就这么轻易断了 所以他就主动的给张夺打电话了 说你别生气了 那件事都已经过去了 以后我会好好待你的 可张夺呢 却不这么看 他说你那么多男朋友 也不差我一个了 就别拿我充数了 以前给你买的东西呢 就算我花钱买教训了 以后不要再联系了 李红并不甘心 三番五次的给张夺打电话 可越是这样 张夺越排斥 坚决不同意再交往 然而正在这时 李红居然发现自己怀孕了 推算日期 他认为孩子应该是张夺的 可让李红发愁的是 两个人已经分手了 张夺会承认吗 他也没人商量 所以呢 就跟母亲说出了实情 这当妈的 为了给女儿争口气 就说小红啊 你放心 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他想不承认都不行 所以呢 他会先打电话 又到单位来闹 也就是我们本文 开头发生那一幕 而这件事 是让张夺闹得单位 沸沸扬扬的 而很快 张夺的妻子 也知道了实情 妻子是一边哭 一边斥责她 说你好好的 为什么到外面去找女人呢 我哪点对不起你 你这么做 让我和这个家 可怎么办呢 张夺呢 是不停的道歉 说婷婷你原谅我吧 我也是一时糊涂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做这种傻事了 而且我已经好久没跟她联系了 你现在说这种话 不觉得太晚了吗 那个女人已经都怀孕了 你做事也太不负责任了 可张夺就不认这个账 说老婆你不知道 她有好多男人 这孩子究竟是谁的 连她自己都不知道 凭什么我来买这个单呢 这有一天下班的时候 张夺从单位刚走出来 就发现李红在附近徘徊着 见到自己立马走了过来 一见到李红 张夺是气不打一出来 你还来干什么 还嫌害我害的不够啊 而李红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说我妈也是替我出口气 她太激动了 谁让谁让你不承认了 我承认 我怎么承认呢 咱们俩交往的时候 你告诉过我你叫李红吗 你今儿叫美丽 名叫妖娆的 我怎么知道你叫李红啊 再说了 你怀孕的事也没跟我讲过 我会怎么知道 我又怎么承认呢 李红见她这么说 也只好把话拉回来 说算了算了 那件事都已经过去了 关键是我现在这肚子里的孩子 可怎么办呢 我看你这架势也不大想要 这呢 我倒是自己可以想办法 可问题 我没钱呢 不然你给我拿一笔分手费 我把孩子做掉 这件事也就到此为止吧 一经李红跟他要钱 对方可急了 说你还跟我要钱 咱们俩在一起的时候 我给你花钱花的还少吗 再说了 你自己亲口承认的 你那么多男人 谁知道这孩子是谁的 凭什么让我买单 我来当这个冤大头啊 一经这么讲 李红可也急了 说你不能这样啊 管怎么咱们两个是好一场啊 在一起我对你也是温柔体贴的 你不能这么对我呀 再说了 我已经算过了 这孩子就是你的 别跟我提孩子 这孩子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说什么我不会认得 听他这么讲 李红可真急了 说我十多岁就出来混社会 什么样的男人我没见过呀 比你横得我见得多了 不照样被我收拾得夫夫妻妻的 你别放着好日子不过 你要这么说 我还真想看看你能把我怎么着 两个人是闹得不欢而散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 李红母女居然没再骚扰张夺 这让张夺稍稍松了一口气 可是他又开始担心 孩子万一真的是自己的 该怎么办呢 他思来想去 觉得唯有李红把孩子打掉 才能万事大吉 为了掌握李红的状况 他偷偷在网上注册了个新网名 并很快与李红互加为好友 果然经过一段时间的聊天之后呢 这随之过已经很信任他这个新网友了 在网上呢 跟他哭诉 以前的男友如何如何背信弃义 如何弃他而去 而他这个新网友呢 也很关心的样子问道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这个孩子要不要生下来呀 生下来我才没那么傻呢 生下来谁替我照顾 我早就做掉了 不过我还留了一手 尽管他不知道李红究竟留的那一手是什么 可总算知道李红已经把孩子做掉了 这件事总可以画上句号了吧 他是长长的 就说了一口气 可他没想到 更大的暴风咒语 已经在等着他了 网恋情人怀孕 逼男人拿钱消灾 这孩子已经流产了 怎么可能再做亲子鉴定呢 情人用死胎 状告男人强奸 男人千方百计 自证清白 李红为间歇性精神病患者 无性防御能力 情人母亲又称女儿患精神病 再告男人强奸 法院将如何认定 网恋之祸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 主任把他叫到办公室 然后跟他介绍面前的两个人说 这两位呢 是公安局的同志 说有些事想跟你了解一下 公安局的找我 他一下子是冒了一身冷汗 公安局的同志赶紧安慰他 说你别紧张 我们只是想了解一些情况 你认识李红吗 李红我认识啊 怎么网恋这事你们也管 两位同志是不免苦笑了一下 说这事呢 我们不管也管不过来 问题是李红的母亲举报你 说你强奸了李红 我强奸他 这是明明是他主动勾引我的呀 他万想千想也没有想到 这李红会走这么一招棋 可是事到如今 总得把事情说清楚吧 公安局的同志 那你们说我强奸他 总得有点证据吧 公安局的同志又说到 说李红怀孕了 说那孩子是你的 这件事确实属实吧 怀孕了我是知道 可那孩子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倒好办 只要你配合做亲子鉴定 就知道这孩子是不是你的 亲子鉴定 李红亲口说的 这孩子已经流产了 怎么可能再做亲子鉴定呢 想到这儿呢 张夺是胸有成竹的说 好啊 我倒怕他不做鉴定 我还省得有嘴说不清呢 他以为呢 对方只是将他一军 他这种态度能自证清白 可没想到啊 原来李红在做流产的时候呢 是把这个胚胎用医学手段 保留了下来 而这种方式保留下来的胚胎 是可以做亲子鉴定的 没办法 他只能硬着头皮做鉴定了 那么这鉴定结论究竟是怎样 这张夺跟这个孩子 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一周之后鉴定结论出来了 说这张夺与那个胚胎呀 有99.9%的可能性 存在着亲子关系 张夺真是欲哭无泪呀 自己也太倒霉了 可是既然孩子是自己的 也不能证明他就强奸了李红啊 两个人完全是出于自愿呢 他是想方设法 又把当初两个人的聊天记录 全都掉了出来 这聊天记录能显示 虽然两个人多次发生性关系 可每次都是李红主动约请他的 所以这能证明两个人虽然发生性关系 但存属自愿 不存在谁强迫谁的问题 面对这些聊天记录 公安局也认为 认定他强奸罪的证据不足 故不予立案 这件事总算告一段落了 这张朵总算长输了一口气 然后又跟亲朋好友们赔礼道歉 多做解释 一再跟他们承诺 说自己一定会吃一切长一智 不再做这种傻事的 希望妻子能够谅解他 可是谁也没想到的是 这件事会再一次的风起运用 究竟又出什么状况了呢 两个月后的一天 公安局再一次传唤张夺 这一进公安局 他就迫不及待的问 说这件事不是查清楚了吗 怎么又把我叫来了 公安局的同志说 说当初的确是查清楚了 可现在又有了新情况 什么新情况啊 这新情况会不会让张朵 真的身陷淋鱼呢 原来两天前 李鸿母亲再次举报张朵犯强奸罪 他向公安机关提交了 他给女儿做的一份 精神状况鉴定报告 鉴定结论是 间歇性精神疾病 无性防御能力 这份鉴定给了张朵重重一击 张朵能否再次洗清罪责呢 也就是说这个结论认定 李鸿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那么精神病患者是指他对行为能力 以及对事情的判断能力和对自我的控制能力 都是存在着一定限度的 那么有可能在发生性关系的时候 本人是没有判断能力的 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办理强奸案件 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也规定 说与精神病患者发生性关系 无论犯罪分子采取的什么手段 均按强奸罪与论处 也就是说如果李鸿的确是精神病患者 而且在发生性关系的时候 处于精神障碍的话 那么张朵将很难洗清罪名了 所以这份鉴定结论变得尤为重要 这可怎么办呢 张朵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处理这件事情 正在这个时候 一向与他冷战的妻子 毅然决然的站在了他这一边 妻子来到律师事务所 对律师进行咨询 那么律师告诉他呢 说这份鉴定结论至关重要 而且呢 他明显对张朵是不利的 所以建议他呢 重新做一份鉴定 那么以避免这李鸿母亲 在鉴定过程中 有什么不公正的地方 所以张朵呢 立刻向公安机关申请 重新鉴定李鸿的精神状况 那么在公安局的组织之下 在双方公开公平的情况下 重新选定了一家鉴定机构 那么这家机构呢 又对李鸿的精神状况 重新做鉴定 最终鉴定结论为 无法证明李鸿与张朵发生性关系时 存在着精神障碍 也就是说这份结论 完全推翻了之前的那一份 那么无法认定张朵是与精神病患者 发生性关系 公安局也认定 最终不符合立案条件 故不予立案 这起因婚外情引发的强奸案 可谓一波三折 总算落下了帷幕 张朵也终于可以放下心来了 可这个时候 他的妻子突然提出了离婚 他说 我之前帮你是为了孩子 我不希望孩子有一个强奸犯的爸爸 可是我这关我过不去 我也想原谅你 可我无法面对你 而此时此刻张朵觉得痛苦不堪 因为整件事情的经过 让他更加珍视这个家庭 珍视自己的妻子 所以他是到处的托朋友 跟妻子说好话 希望能保住这个家庭 那么这个家究竟能否保住 我们不得而知 但有一点是确定的 就是张朵在妻子心目中的形象 已经大打折扣了 这起网恋引发的强奸案 恐怕给李红的除了教训 还是教训吧 也希望他能早日走上正途 而这起强奸案件 对张朵而言也可谓风起云涌了 不但自己实惊实险 给原本温馨的家庭 也造上了厚厚的阴影 可追根溯源 无非是张朵和李红 两个人的放纵 他们之间的感情 根本谈不上什么案 无非是寻求四季 寻求新鲜的结果 可他们得到的快感 与付出的代价 孰中孰清 相比大家也一清二楚了 所以别把你爱的底线放得太低 因为那注定是一场苦涩的结局 好了 观众朋友们 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 下肯 掩埋在郊外的一个旅行箱中发现了一具女孩尸骨 箱子是我们同学纪敏刚 旅行箱的主人跟死者有什么恩怨情仇 他跟女孩的死有关吗 曾经在宿舍里大骂王岚 说王岚喜心厌旧 不会有好下场 旅行箱是否能够破解女孩被害的真相 旅行箱中的女大学生 明日 明日 明日